今日,在江西省德馨市的一家餐饮店内上演了感人的一幕,并在网络引发关注,受到网友们的一致称赞。 当天晚上8点多钟,还正在自己餐饮店里忙碌的老板林武锦发现一名30多岁的陌生男子在他的店外徘徊,便招呼他进店。 这名男子进店后并未点餐,而是看到一位客人离开后想吃他剩下的饭菜。 此时,林武锦才意识到,男子可能是遇到了困难,没钱吃饭。 倒了茶水给他,让他先做着,然后我以为他们还没有决定好,我就继续做事了。 做事了,然后我在操作间看到他,这个客人刚好吃完走了,他就过来想端别人剩下的饭菜。 这时候我才缓过神了,才知道,原来是遇到困难了,然后身上没有钱。 然后我就赶紧,赶紧,赶紧出来做事。 我说,朋友,你遇到困难了是吗? 我说,你肚子饿没关系,你先坐着,我立马给你做了,要碰干净的食物。 觉得他,哎呀,怪可怜的,就是听我老公进来说,他说那个人应该是好几天没吃了,我就赶紧的,我老公说赶紧,搞点什么给他吃,就这样。 林武锦在厨房交代妻子给男子煮了一碗面,并做了一份牛杂汤,男子脸上笑着,吃起了老板娘端来的刚出锅还热气腾腾的饭菜。 很快把他们全都吃完,随后,他擦拭收拾干净餐桌,禁止走向厨房,突然在老板林武锦面前跪了下来。 吃完了,我还在里头做事。 做事,他吃完以后,他身上没有钱,他想跟我,以他的方式想感谢我。 啊,他当时一跪下来,我眼泪都出来了,我说没关系,我们村民在外,都会遇到困难的。 我说不要太在意,下跪,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 其实我觉得这些很微不足道的事情,即使不是我换成别人也会这么做的。 临走时候,男子把餐馆地上的垃圾收拾清理干净,面向老板退着身子走出了餐馆,到门口时,再次深深鞠躬致谢才离开。 这段监控视频在网络发布后,网友们纷纷为餐饮店老板林武锦的爱心和善举点赞。 有部分细心网友通过视频画面发现了老板的移动支付收款方式,并向其转账捐款。 有网友在转账时还留言称,预存一碗便饭,留给有需要的人。 林武锦向记者展示的账单记录显示,这些转账少则几块钱,多得有一两百元。 面对众多网友的爱心捐款,林武锦表示,希望不要再给他个人转账,因为这并不是他做好事的初衷。 以后要是遇到了类似情况,他也一样会继续为需要的人提供免费的餐食,将这份爱心持续传递下去。 希望以后广大爱心网友不要再为我小店再打款了。 因为我感觉这样子我更心里不安,明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,换成你们,你们也会这么做的。 这是我的初心,也是我的当时的想法。 只要有困难的人,肚子饿了,经过我们四周镇,我门前,我店门,你大胆地进来告诉我,我绝对会让你吃饱地离开。 感谢您的 myth